哈喽大家好 今天呢跟大家好好回顾一下 之前在旧金山的旅程的内容 那由于我们的视频呢 之前都是以Vlog的方式来呈现 那之后呢 我想要尝试一下 用这种总结和回顾的方式 来呈现我们之后的 喝咖啡看世界这个系列的内容 那这次去旧金山呢 是从温哥华起飞的 所以说呢 我从北面往南面飞过去的时候呢 看到下边的雪山 真的是非常漂亮 感觉很治愈 另外呢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跟我一样感受呢 就是从飞机看旧金山 就特别像是电路板 然后呢 你们还能看到这种五颜六色的 这种小色块 我当时非常好奇那是什么 后来我查了一下原来 它是晒海盐的 如果你们飞经旧金山啊 快落地的时候 你们可以往窗外瞄眼看一看 这次旧金山的行程呢 我们全程没有做功率 是因为我来之前 就有朋友介绍当地的开咖啡店的 那所以说呢 整个行程 他们全程地陪 非常感谢他们 落地之后呢 我们非常饿 我就直接跑去唐人街 找中餐吃了 晚上八点多 就是逛了整个唐人街 但是开着的餐厅不多 我就随意找了一家 看到了一家茶餐厅 感觉突然有希望了 哇哦 你看一下这个 鸡胸肉贼嫩 店员现场四的 四的时候里边都爆汁了 那种感觉 这家店呢 叫台山餐厅 我没想到这家烤鸡 真的非常好吃 就是你咬一口 就能从嘴里爆汁的那种感觉 那吃完之后呢 我还看到店铺里边 他贴了那个小海报啊 就是才知道 那不少明星也来这个店吃过 那其实这次旧金山来呢 主要是为了筹备我们的 巡游世界的挂咖啡的内容 我想要把我对旧金山 这座城市的咖啡文化 通过我们的体验和感受 用我理解的口感风味 最后呢 做成挂咖啡呈现给大家 那最近这段时间呢 有小伙伴都反映旧金山这个味道 他这种果酸和柠檬茶的感觉非常好 所以说呢 感谢大家的支持 那我们第二天的行程 我就直奔朋友的咖啡店去了 那他们的店呢叫Spool Coffee Lab 那他们在旧金山目前有四家店 我们去的第一家店呢 在旧金山市区的一个消防办公大楼 那这个店铺真的非常忙 那早上和中午 他们有两个高峰点 都是排着大长队 你看他们这边的队伍 已经排起来了 中午的都是在这边买吃的 他们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 这种办公楼下边的咖啡店 生意真的是很好 创始人瑞池非常热情 带着我们逛了足足两天 他目前呢有四家店 而且瑞池他也是美国咖啡师比赛的感官评审 他也跟我们分享了自己创建这个品牌时候的各种各样的小故事 我认为我的父母是中国人 他们不想我贵 他们不想我贵 他们不太理解我 我选择咖啡店 我选择咖啡店 他们会说 为什么不太理解 公司联系 所以你仍然可以得到货币 不管什么 我需要很努力工作 我认为我的父母是正确的 他们很爱我 我也是他们的儿子 他们停止谈我 当我做了咖啡 真的吗 他们停止谈我 哇 因为他们不想鼓励 他们想鼓励 医院 所有这些东西 但是我认为他们不明白 当你有一个情感 当你真的要很想要 有没有理解 但是我的父母不明白 他们只是知道 现在他们知道 现在他们知道 让我告诉你 他们知道 他们知道 当我们有个车子 他们站在线 有一个长线的客户 他们站在线 他们看着我 看着我 一位的工作人员 他们说 这些老人 他们看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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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 我看着 他们看着我的父母 我的工作人員是說 他們說,你不懂得知道你的父母 我說,我沒有看到他們在年紀 我們現在有更好的關係 我認為我第一次看到我 不只是在煮咖啡 但是在煮咖啡 他們看到人們在纏著人們 the employees are happy and I think they kinda understood like oh this is this is why and when we opened this location this third location here my dad came to to help he was trying to clean the dishes and ya know and he's like my dad is a very smart man my dad has you know he's in computer science he's a grow and he has a phd and whatnot my mom has a mother too she has a phd and so you understand boys yeah 他们不明白因为他们很教育 他们只知道你必须学习,你必须去学习 你必须得很高的职业 但我父亲来来,他试图帮忙,他试图帮忙,他试图帮忙 我父亲没有看到我父亲做这个 我父亲没有看到我父亲的帮忙 他回家和我母亲的帮忙,我母亲就叫我父亲非常愿意 这家店主要是以面包加减餐的模式 所以说店铺里边的产品非常非常的丰富 随后他又带着我们去参观了他们正在筹备的U.C.Law的教学楼里边 他们的新店,大家看到这期视频的时候他们应该已经开业了 我也送了瑞士一些我们自己品牌的咖啡豆当做礼物 当场也给他们做了我们牛了个牛的咖啡的拼配 也让他们来喝一喝来自上海的咖啡 瑞士他也跟我说他刚在洛杉矶评完美国的USBC的比赛 他也喝了很多比赛中很牛很牛的咖啡 他说我们带这个咖啡虽然说是深烘焙的 但是喝起来真的非常干净很柔和 把这个平衡感做到了很棒 我说没错我们这个拼配的咖啡啊 初衷就是为了表达这种极致的平衡感 那我们还在他们店铺下班后呢 看到了他们的咖啡师在店里准备一场这个比赛 然后呢他们在店铺里边做练习 好 你做了这个吗? 他做了这个 你吗 这个奇妙了 那绿好的细细 细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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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帐 好啊 我认为有时候我看不止太蒸污 它胆不出现 嗯 你突然说太猛幽? 是的 其實就是太猛幽了 how did they uh wow like oh no i can't do it i can't do it i got two heads hey what was the last time of your heart 呼吐掉了 goodbye bye you guys 最后呢我还特意的去参观了一下 他们创始时候的低价店 其实严格意义来说它不算是一家店 因为它是在一个车厢园区里边的一个车厢店 他把一个车厢改装成了咖啡馆 哇这是他们的Spro的第一家店 也可以说它是一个店 对吧 因为它毕竟是固定的 它不移动 另外此次之行呢 还吃到了旧金山最好吃的披萨 这个店你们一定要mark一下 叫outside pizza 这一碗是好吗 我应该做两碗 两碗 这个也很美味 然后我们预订了一碗 这就是叫Madonna 这就是叫Madonna 它有点小碗的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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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是 大碗 这种薄饼的披萨我还是很少吃的 我们常常吃的东西,但这个是新义的 这个是很美味的 这团团保持很多水 在团团保持很多水 对 什么意思? 在团团保持很多水 so the reason why they do that is because in 1906 when there was a big earthquake there was the big earthquake of San Francisco so if it happens again the emergency water is all underneath those circles 那当然来旧金山一定要做的事情就是去金门大桥打卡 那我自己是一个很怕语言车的人 就我记得小时候我经常坐车就是吐到不行了 那去金门大桥的路上我真的没想到就是它的那个路是上下坡非常多 然后还有很多弯曲的路 所以说快到金门大桥的时候就真的是差点吐出来 不过到了之后就是那个打卡点真的非常非常的开阔 整个你就能俯视到整个这个金门大桥以及金门大桥对面的市区 哎呀小伙伴开上来差点吐了 哇 哇 哇 这漂亮 我上一次来的时候是在对面 是在这个桥的下边 那在好友Andy的带领下呢 我们去喝了喝今年刚拿了USBC寄军的一家店叫Scient Friend Coffee 那这家店面包做的非常好吃 那咖啡洞呢他们的调性主要就是以中度工费为主 我发现旧金山这边的咖啡店呢如果要喝手冲咖啡的话呢 基本上都是低滤机或者是这种手冲咖啡机来给你做 很少能见到咖啡师在用手冲护冲泡 店铺出品用的手冲鸡 冲完了那个 Upo You're so friendly You're so friendly He's the best here Wow Wow Good Good This is so good Kai Andy A Kai G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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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家店它离九曲花街挺近的 就是八个发卡湾的那个下坡的路 大家如果来旧金山的话 可以顺道来感受一下这个发卡湾 这个让我想起来考驾照的时候 就是过的那个项 S型弯路 我发现你那个没拨 美国这边考驾照是有这个项 有 也是S型弯路 对就比较容易点在这边考驾照 会更容易 就考着彼此的一个路 哇这个下来之后这边还有一个坡 过了发卡湾就到了The Coffee Movement 就离得很近了 我也特意去探练一下这家店 家店的特色就是咖啡师一对一的讲解服务 你要等上一个客人拿咖啡出来了之后 你才能再继续点咖啡 我尝试点他们的combo的套餐 那另外呢他们的cappuccino 你可以试一试 因为有点像是澳洲墨尔本的cappuccino的感觉 它上面呢有撒一些可可粉 哇 这个是来自巴西的 这个红豆像是蛋 就拿巧克力泡在上面 可可cappuccino 可可就是最 popular 但现在我喜欢的红豆 我尝试点 vanilla 跟辣椒 是 这个季节的 谢谢 Tasting Flyer 有什么 就是像国内的combo 三盒 这是cappuccino with coca powder 黑巧克力 哇 这个看起来很棒 这个是味道 站在外边喝咖啡才是最享受的 因为可以看到叮叮车 这个是苹果的感觉很明显 它不会非常酸 它其实甜感也有 每个是单独的一个照片吗 这个是Jip咖啡 一个batch做好了 那我了解 然后你喝它的浓缩咖啡之后 你这种明显感觉 它的吹水平均是比较大的 水起来的甜感是很酸 然后比较有 特别是它在这边它吹的很多 对 包里吹水 它们能去到 出到50克的 大概1.5克 上的 20克 大概50克 然后他们会把那个 shot 分开 这里一半 那就是一个single shot 这是另外一个single shot 哇 还有一些香料 对 那是什么香料 那这个店门口呢 会时不时的你就能看到钉钉车路过 因为旁边就是钉钉车博物馆 就可以说这个店的街景是非常非常的漂亮 Andy呢还带着我们去打卡了一家他朋友Amy工作的店 在旧金山的海边的社区 这个店呢叫Paper Sun Coffee 这家店是以烘焙面包为主 然后呢和咖啡结束在一起 我们逛了这家店的时候真的是每个人都喝不动了 因为当天喝咖啡太多了 我们为了多探一些店嘛 就真的是蛮拼的 所以说大家要支持一下我们的视频 要点个赞 他这个店你看这边是面包 那边就是咖啡 外边是座位 小朋友说 然后我发现 其实我看了挺挺多的视频 哦 有吗 对 哦 能想他对不对 哈哈 我搞不好还幸福 你看那是什么视频啊 就是拉花那些 哈哈 对 小朋友 应该是几年前 哦 刚入行的时候 一起看 你和你妈一起看 就是昨天我跟她说 我认识了一个在上台有 互费生意的一个人 然后呢我就说 说昨天的故事 哇 他就跟我们一起看 哦 哦 这个也是网 哦 然后你是A-B的朋友 sorry about that 你是也是在lay area 哦 perfect perfect 啊 sau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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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边是bakery sau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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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吃的了 今天还没有吃饭 我们都没有吃饭 所以说 对所以说 但是喝了很多咖啡 所以 哦 广东可送 广东可送 超虚 可以 真不错 真不错 哇 有老家的味道了 老家的味道 对 这边的感觉就更chill了 Bruce Lee Rich Lee 中国新年快乐 非常忙 你有看过这个吗 对 电视剧 对 很多年 就是白龙嘛 它就是龙 是吧 沙僧画的好帅啊 对 最后面那个是沙僧嘛 这也太帅了 他是沙僧 是不是啊 希望这次旧金山的探店呢 能让大家看得过瘾 我也希望能够通过喝咖啡看世界 让大家真正的了解到这个世界很大 每个人都在用自己习惯的方式 在喝咖啡认真的生活 咖啡它应该也是多种多样的 它不应该是一个味道 我也希望大家看到全世界有这么多努力的 以及可爱的这些咖啡人 他们用自己热爱的方式在做咖啡 在喜欢着咖啡 那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